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系列是说天堂也会说少少的地狱 主要是鼓励弟兄姊妹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要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究竟是怎样 我们说了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说天堂到底会在哪里 第二个信息我们说了天堂是怎样的 这个新天新地 本来今天应该说第三个信息 就是天堂之城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 但是因为是复活的主日 所以我说一个跟复活主日有关的信息 我叫他做天堂里换汤换药的人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来到永远与神同在 天堂不单止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天堂也是一个有完美的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永远与我们永远在天堂居住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是分开有里面与外面 我们里面的是我们的灵 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我们外面的是我们见得到的身体 但是我们将来在天堂会有一个完美的灵 也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哥伦多前书的15章35节 保罗问他说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保罗说我们怎样才能够复活? 我们将来的身体又会是怎样? 接着的经文 保罗就把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我们将来的身体 来做一个比较 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的身体是怎样? 香港人说换汤不换弱 意思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叫今天的这个信息 叫做天堂换汤又换弱的人 意思就是我们在天堂 会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保罗问人怎样能够复活? 怎样能够复活? 然后保罗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在哥伦多前书的15章36节 他说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复活的话很简单 我们首先是要经过死亡 就是好像一粒种子一样 一粒种子要埋葬在泥土里面 才能够生出新的生命出来 这个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所说的是一模一样 很多世人在这个世上都求长生不老的药 希望是不会死 如果现在用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会败坏 是会衰残的身体 如果我们永远是不能死的话 是一个咒座 这个也是原因 我上次跟大家说 阿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 他们开始身体败坏 神就纳克是猜派基罗伯的天使 守住那棵生命树 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在生命树上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而他们不能死的话 这个真的很残忍 因为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衰残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复活的身体 我们首先要死了才能够有复活的身体 除非我们是禁备神来祝福 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活着 这样我们就不会经过死亡 我们这个衰败的身体 会立刻在半空 跟耶稣基督来相遇 会变成荣耀的身体 在圣经里面 也有给我们看到有例子 在旧约 有以诺 和以利亚 他们都没有经过死亡 就被神接了 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会是怎样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三十七节 保罗说 并且你所诵的 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纸粒 即如物子 或是别样的谷 为什么说这么多 有纸粒 又物子 又谷 这些都是种子 所种在泥土里面的 是一粒种子 但是生出来的 是一棵植物 那棵植物和种进去的种子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的身体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 种在地上的 是一粒又皂皮 又小粒 啡色的种子 但是将来生出来的 是一棵很漂亮的 一棵绿色的植物 正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我们死了埋葬在土地里面的 是会衰残的 慢慢是会腐烂 是会尘归尘土归土 但是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会很漂亮很漂亮 满有荣耀 和种下去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 有人可能会问 神怎么能够做出复活的身体 保罗好像知道有人会问 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9节回答 他说神不是做了所有的身体吗? 又有人 又有动物 有飞鸟 有鱼 全部都是神创造的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有肉 肉是由细胞造成 细胞是由蛋白质造成 我们现在经常都说 不要吃那么多饭 不要吃那么多面包 吃多些蛋白质 就是说吃多些 protein 吃多些肉 我们的肉是由细胞造成 细胞是由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 氨基酸造成 氨基酸是 氨基酸 氨基酸又是由 碳水化合物造成 神造人很奇妙 我们每个人是有DNA在我们身上 每个人 氨基酸的次序都不同 所以才能够做出不同的人 动物 飞鸟 与鱼 人和人之间的氨基酸的次序都不同 所以我身上的肉和你身上的肉都不同 保罗说既然神能够做出人 动物 飞鸟 与鱼的身体 他一样能够将来做出 荣耀的身体 我们现在的身体 越来越老 越老就越不能够动 越不动 就越更加老 这个是恶性的循环 但是将来我们的身体不会是这样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的身体是会怎样 保罗是说了四个方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方面是什么 第一 我们的身体是不会再扭坏 是不扭坏的身体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二节 或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扭坏的 复活的是不扭坏的 所种的就是说 我们安葬在泥土里面的身体是会腐败 是会败坏 但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会败坏 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复活的例子 大家记得在旧约 有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先知 都是能够使人起死回生 在书新约同样我们是有彼得和保罗 在书使徒行转里面 也是能够使人起死回生 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祂是使得寡父的独身子復活 在书第八章 祂是使得管会堂的一个人叫做埃佬 他十二岁的女儿是能够复活 我相信最出名 耶稣基督使人复活的故事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祂是使得拉撒路复活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就是我们三日前的good friday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坟墓都被打开 有死人复活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五十二至到五十三章 但是这些復活的人去了哪里 全部都再次死亡 他们的身体都是经过腐败 败坏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人 復活了之后 他的身体是没有败坏 是没有扭坏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讯息 因为是復活节 耶稣基督的復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 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十节 经文说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柳坏 这一节的经文就是预言 耶稣基督 他的身体是不会扭坏 耶稣基督 他是钉十字架死后 第三日復活 他是走出了他的坟墓 他的身体是没有经过扭坏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一定会扭坏 很多人都尝试 使得我们的衰老能够慢一点 没有人能够防止衰老 没有人能够使得衰老是停止 但是我们是能够使得衰老是慢一点 有一样东西真的可以令到我们衰老慢一点 就是做运动 我是听过有一个调查的数字 运动真的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但是延长多少 根据这个调查数字 你做五分钟的运动 你就延长你的寿命 五分钟 你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你就延长你的寿命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但是你所有被延长的寿命的时间 你全部是用了去做运动 这个真的令到人很失望 但是我们将来的身体 是永远不会扭坏 我们将来的身体是永远 在哥伦多后书的五章二节 保罗说 我们在这帐篷类叹色 深上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象穿上衣服 保罗说 我们现在的身体 好像帐篷 我们将来的身体 好像房屋 帐篷给房屋 你想想帐篷 是不是永久的 不是永久的 帐篷是你去野外去旅行 在山上搭篷来居住 不是让你永远居住 我们在10月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在外面搭了两个篷来室外敬拜 现在那两个篷 一个已经完全被封毁坏了 没有了 另外我们将两个篷的零件加在一起 说不定还有一个篷 我们将来可以用 但是这些篷不是永远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渴望 将来天上的房屋 将来天上的房屋 才是永远 才是永恒 才是可靠 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节 保罗说 我们将来的身体 不是用手所做 意思就是说 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 亦是比较我们现在的身体和将来的身体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血肉的 将来的身体是属灵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地的 将来的身体是属天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扭坏的 将来的身体是不会扭坏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病 又会腰酸背痛 很辛苦 但是将来我们的身体是会完全被医治 等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 完成成全祂的救赎 我们的身体就会被医治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五节经文说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他的身体受到鞭伤 我们的身体就得到医治 有很多人说 这个不是灵里面的医治吗 是 是灵里面的医治 但是神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 所以将来在天堂 我们不单止有完美的灵 还有完美的身体 完美的灵就是我们不会再犯罪 完美的身体就是我们不会再病 我们也不会再有死亡 这个也是原因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经文说 耶稣基督不单止是医治我们的灵 还会医治我们的身体 医治我们的疾病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将来在属于天堂 是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有一个完美的灵 不单止是没有罪 还会是没有疾病 是个永远的身体 现在我们的身体 越来越老 又会病 腰酸背痛 做少少事就累到不得了 将来我们的身体不会是这样 我们是有完美的身体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摸摸摸摸 突然间 多了个眼筷 是不是生癌 怕得不得了 女士将来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皱纹来担心 将来我们会有完美的身体 不单止我们有不扭坏的身体 我们也有一个实实在在荣耀的身体 有很多人说 他说人死后是不是会变了天使 有很多年长的白人 尤其是很喜欢画 看到很多小孩去世 他们就会说 天堂又多了一个天使 其实圣经说 神创造人和创造天使是分开 所以人是不会变了天使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三节 今天的经文 所种的是羞辱的 復活的是荣耀 我们埋葬在土地里的身体 是羞辱的 是会败坏 但我们将来復活的身体 是荣耀 就会像耶稣基督的 復活身体的一样 是充满荣 荣耀这个字 也可以解释做光辉 所以也有解经家说 我们将来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会发光 这个我稍后再补充 肥立比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也说 他要按着那能 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 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将来的身体 是会和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也说 我们将来必要像他 他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将来的身体 你想知道是会怎样 我们只需要看看耶稣基督 復活后 和门徒一起四十日 他的身体是怎样 我们将来的身体 都会是一模一样 我会和大家说五点 第一点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 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和门徒见面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十九节 他和门徒说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云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门徒见到耶稣基督很害怕 耶稣基督说 你们不用害怕 我是有骨有肉 我不是一个灵魂 我是一个实在的身体 你们可以摸得到 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的身体 是有骨有肉 上一次我都和大家说过 我们将来的身体和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很不同 我们将来的身体不再需要水分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需要水分 所以与我们现在的身体完全不同 在神的计划里面 祂是要我们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你问为什么? 因为一个完美的身体才能够 充分地表达出我们完美的灵魂 我们完美的灵 只有一个完美的身体才能够 衬托我们完美的灵 这个和佛教的思想是很不同 佛教说什么? 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 是贬低我们的身体 但是基督教说我们将来的身体 是会荣耀的身体 衬托出我们荣耀的灵 这个和希腊的文化都不同 希腊的文化也是贬低我们的身体 说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监狱 是将我们的灵魂困住在里面 我们将来在天堂不仅是有一个完美的灵魂 我们也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 完美的灵魂就是我们不再有罪 完美的身体就是再无疾病 再无死亡 我们也会保留我们现在的身份 佛教说一般人死了之后就会轮回 也就是说你会用另外的一个形态 又回到这个世界 你可能是变了另外一个人 你可能甚至变了一只动物 感谢神我们不会变动物 我们是变了我们自己 我们仍然是会保留我们自己的身份 有一个很喜欢被人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堂 会不会大家彼此是认得大家 我相信有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在约伯记的19章26节 至到27节 约伯说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 并不像外人 我要自己是见到我的神 我仍然保留我自己的身份 我不会像外人一样 我们每个人死了之后 上到天堂 仍然会保留我们自己的身份 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门徒都认得他 知道他是谁 你说不是 我读圣经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在路加福音的24章 有两个门徒 去以马五诗的路上 见到耶稣基督和他聊天 这两个门徒 好像不认得耶稣 也有人说 在约翰福音的21章 耶稣基督一早起床 教门徒打鱼 他复活了之后 门徒最初 都是不认得耶稣基督的 我相信有一节的经文 是解释给我们听 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16节 经文说 门徒的眼睛 迷糊了 迷糊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 就是防止他们认识的意思 如果神是防止门徒认识耶稣基督 不防止的话 肯定门徒是会认识耶稣基督 你问为什么要防止门徒认识耶稣基督最初 我相信是因为耶稣基督有重要的话 和门徒来说 所以暂时令到他们的眼睛迷糊 使得他们不要分心 如果他们一见到耶稣基督復活了 他们就会怎样 会得很开心 会得分心 所以我相信 经文告诉他们 起初是使得他们的眼睛迷糊 不认得 后来才跟他们相认 我相信门徒是绝对认得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见了復活后的耶稣基督 他们的表现完全不同了 在还没见到復活的耶稣基督之前 他们是很怕死 很害怕的 彼得是三次不认耶稣基督 但是见到了復活之后的主 他们怎样 不再怕死 他们甚至是愿意为耶稣基督来寻命 为耶稣基督来殉道 所以我可以肯定 门徒是绝对认得耶稣基督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答 看看大家懂不懂 有一件事是人手做的 但是 去到天堂仍然存在 是什么 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我们基督徒做父母做得好 可以带我们的子孙 使得他们都接受耶稣基督 带他们上天堂 我不是说这一件事 我是说另一件事是人手做的 但是能够带到上天堂 是耶稣基督手上脚上的钉痕 是人手所做 但是他永远是有这些钉痕在他的身上 来让我们看到 他就是为了我们钉十字架 成就救赎 这是唯一 人手做的能够是去到天堂 在这个復活的主日 我们实在是感谢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 在说这个西班牙书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过 在灯山变象的时候 灯山变象其实是预告给我们听 天堂是有什么的人 灯山变象 我们看到是有耶稣基督 有三位门徒 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 也当时是有摩西和伊利亚 耶稣基督 当然就是代表神自己 也有摩西 摩西就是代表那些 死了而有复活的身体 有荣耀的身体 又回来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节 我们看到 经文说 我们不是都要遂觉 乃是都要改变 圣经里面说 遂觉的意思 就是说死了的意思 虽然我们死了 我们仍然是能够是有改变 怎样改变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二节 死人要复活 成为 不留坏 摩西就是代表那些 死了之后 有荣耀身体 在天堂的人 也有第二种人 就好像 以利亚先知 他就是未死被神接去 他和以利沙两个一起走 突然间有火车 火马 将他们两个隔开 突然间 以利亚就乘着船锋 是圣天 也是代表 将来耶稣基督 回到这个世上 那些未死的基督徒 他们会和耶稣基督 在半空相遇 在斩眼之间 他们的身体就会改变 他们的身体也会有改变 而第三类的人 就是当时的门徒 彼得、雅各和约翰 是代表耶稣基督回来 在千禧年国度之前 战胜了基督 带领所有的信徒 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这些人就是以自己的肉身 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所以有这几种人 但是在这里 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摩西和以利亚仍然保留 他们原来的身份 门徒看到他们 是认得他们 所以我们是有 保留我们原有的身份 又有人会问 去到天堂 我们是会什么样貌 什么年纪出现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问 这个真是一个 我们很值得思考 例如我们 喜爱的小朋友 Timi Timi 我们知道 几个星期前 被神接了 我们在天堂看到 Timi 他不会再是 宝贝 我们将来在天堂看到他 他是会什么年纪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中世纪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他说所有的人将来在天堂 都会三十多岁 为什么会三十多岁 因为他说当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 他复活 就是这个年纪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在天堂 都是三十多岁 也有神学家说 你最记得对方是什么年纪 什么样貌 将来去到天堂 他什么样貌 在你的眼前出现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天堂看到你的父母 你会觉得 他们比你的年纪大一点 但如果你在天堂看到你的子女 他们的年纪 又会比你轻一点 也就是说 一个人 同一个人 在天堂 不同的人看到他 都会有不同的样貌 不同的年纪 这是不同的神学家的说法 我自己认为是很难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是有时间有空间的人 怎能知道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样 我们现在看到有人是三十岁 六十岁 九十岁 是因为我们是有时间的限制 有时间的观念 到我们去到这个天堂 没有了时间的限制 我们看人 究竟 他们会有什么样貌呢 就是好像我以前跟大家说 以西杰先知 和使徒若汉 他们去到天堂 他们是有时间空间控制的人 他们看到没有时空 控制的神的时候 他们看到很多东西都不能明白 我相信我们现在 以我们有时间空间的人 来想 很难能够想得到 但记不记得我刚才说 荣耀的身体 荣耀这个字 也可以解释光辉 我们说 以西杰和 若汉去到天堂 看到神的身体会发光 亦可能我们将来的身体真的会发光 但我们的光芒 肯定是没有神的光芒那么大 有一样我们可以肯定的 就是我们在天堂 一定能够认得大家 不单止我们 是有实在的身体 不单止我们是保留 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的身体 仍然会有感觉 复活了的耶稣基督 他是有齐他的五官的感觉 他是能够看得到 他是能够跟门徒来聊天 就是说他能够听到 他能够说话 等一会我会多说 他能够吃饭 我们看到 人类未堕落的时候 身体是完美的 我们怎么知道 诗篇的139篇14节 大卫告诉我们 大卫说我要 我要称借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之道的 神做我们那时候 是奇妙可为 意思就是 我们每个人被造的时候 都是完美 但是因为罪 进入了这个世界 以至我们的身体 败坏 我们所有的五官 我们的感觉 都是差了 将来去到天堂 我们会看到 颜色 是我们从来没见过 那么漂亮的颜色 将来去到天堂 我们会听见声音 是我们 从来没听过 那么好听 在天堂 我们唱诗歌 给神 歌颂神 那时候 那些声音 是我们从来没听过 将来我们去到天堂 吃东西的时候 吃到的味道 在我们地上 从来没试过那么好味 那我们的身体 不单止是有感觉 还是有感情 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是充满了感情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似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也会充满感情 在天堂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上 我们的感情 被罪扭曲了我们的感情 有很多感情我们是不应该有 例如是妒忌 怨恨 怨毒 这些感情我们不应该有 是因为罪 我们将来在天堂 是会有完美的感情 天堂是一个充满了 喜乐的地方 在《路加福音》的15章 7节和10节 都告诉我们 地上有一个人 信主天堂的天使 又怎样 都大大的喜乐 天堂是充满了喜乐的 在《路加福音》的6章21节也说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要喜笑 我们将来去到天堂 我们是会充满了 欢喜快乐 现在要说一些很重要的事 我们将来是会吃得饿的 圣经里面对食物是很着重的 有1000次是说到食物 圣经里面有187次是说到 中国人就最着重吃饿的 我们说民以食为天 我们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崇拜聚会完了 大家会问 去哪里吃饿的 真的很开心 听见有东西吃 很开心 但通常我们 说我们去到天堂 都会继续吃饿 是用耶稣基督来做例子 因为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跟门徒有多次吃饿 例如在《路加福音》的24章40-43节 《约翰福音》的21章10-15节 还有《使徒行转》的10章40-41节 但我们今天不妨看看其他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 说在神国女吃饭的有福了 哈利路亚 我们将来仍然可以开饭 仍然有饭吃 启示录的19章9节 还说什么 天使是吩咐若寒说 你要把这些事记录在启示录里面 很重要的 什么事那么重要 饭被请负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 当然高阳的婚宴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到 仍然是有延迹 我们可以去享受 天使又跟若翰说 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很重要 神真是这么说 我们将来去到天堂 能够继续吃饭 在《哥林多前书》的 六章十三节 经文说 食物是为肚福 肚福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肺坏 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 为肚福而吃饭 不是说有这个需要才去吃饭 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餵食 因为我们想享受食物 现在吃饭是真是惨 吃得太多 又会滑 吃得油腻太辣的东西 又会胃酸过多 不舒服 吃少少又怕胖 你只吃一块蛋糕 1000个cal 你知不知道你做运动半小时 你才消耗了100个cal 真是可惨 半个小时消耗100个cal 你吃一块蛋糕要做五个小时运动 真是要命 将来怎样 将来的心体 任你吃 吃极你都不会滑 吃极都不会有不良的后果 你吃极都不会胖 一样是那么合适 我上个星期去平安教会 参加Tony Lee 弟兄的 安食礼拜 她的女儿说 我的爸爸 现在在天堂吃着巧克力 吃着冰淇淋 我们现在不敢吃的 将来在天堂 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 将来的身体 有没有性别 这是第五个问题 有很多人说 因为天堂是再没有婚嫁 再没有是夫妻的关系 那究竟我们想到天堂 还需不需要有性别 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復活的身体 是有性别的 门徒看到復活的耶稣基督 没有以为他是个女人 而且在四福音里描述耶稣基督的经文 完全都是 所有经文都是用 给男士专用的名词 所以我们知道 将来我们仍然保留我们的性别 我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 刚才说 他们 回到西上 仍然 门徒都认得他 保留自己 不单止身份 自己的性别 我们将来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也有人会问 将来我们穿不穿衣服的 因为阿当、夏威当 他们还没犯罪之前 他们是没有罪的 他们不需要穿衣服 也不会觉得羞恥 我们将来都是没有罪的 那我们会不会穿衣服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有没有穿衣服 门徒没有说他赤身露体 耶稣基督再次回来 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三节 说到他会回来 穿着一件白袍 他的身上会沾满了血 但是他是穿着一件白袍 经文也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都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回来 我们都会穿着白色的细麻衣 当然白色是代表圣洁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天堂 都会有三着 不是说我们要遮掩我们的身体 不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身体 而是因为美观 因为是舒服 舒适 在旧约我们知道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 告诉我们 旧约的祭司 他们的服装是很漂亮 我们基督徒就是 君尊的祭司 我相信我们将来 我们在天上的服饰 都会是很漂亮 不单止我们的身体 是不会扭坏 不单止我们是有荣耀的身体 我们也会有一个超自然的身体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三节 说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被埋葬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生命气息 我们的身体是没有活力 没有力量 但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强壮 是有能力的 现在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的限制就越来越多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将来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是没有限制 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 说耶稣基督在门徒的面前出现 当时门徒是因为怕犹太人 经文说他们把门和窗全部关掉 但是耶稣基督能够突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 也能够突然在他们的面前消失 我相信我们将来的身体也是一样 能够穿墙入室 耶稣基督也能够架着运彩升上天 我相信我们将来都可以这样做 将来我下一次就会跟大家说 这个天堂之城新耶路撒冷是怎样 新耶路撒冷城是有很多层的 从第一层你去到顶层 如果靠我们现在的身体就走到吸气 但我们将来不会吸气 都不需要坐这天 我们在第一层去到最高那层来去自由 我们也说过 新耶路撒冷城去到三层天是有一段路 但将来我们能够来去自由 通行无助 不会再累 不只我们有超自然的身体 我们也会有一个属灵性的身体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经文说 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保罗叫这个灵性的身体 有人说你刚才说我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 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灵性的身体 灵性不是说我们将来的身体就只有灵魂 我们是会有完美的灵魂有完美的身体 灵性的意思是被圣灵来操纵 保罗继续解释得很清楚 在今天的经文 他将亚当和耶稣基督来做比较 他说首先的人就是亚当 是有灵的活人 记不记得神在亚当的鼻孔吹一口气 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有了灵魂 但很可惜 他是被灵魂来操纵 熟血气的人 都是被灵魂来操纵 但是耶稣基督 是末后的亚当 末后的亚当的意思是什么 是属灵性的 就是被圣灵来操纵 这是不同的地方 保罗说 属血肉之体 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节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被 血气来控制 被灵魂来控制 但是我们将来的身体 是完全是被圣灵来控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当你做了一件蒙神喜悦的事 你觉得是被圣灵操纵 你有喜乐、你有快乐的心 这个感觉是很开心 你是有一个钟头 或者是半个钟头 甚至是几分钟 有没有试过 我们将来在天堂永远 无时无刻都会有这样的 喜乐的心情 就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 都会被圣灵来操纵我们 来到充满我们 结束的时候想和大家看一看 上次和大家说过 在天堂是有生命水的河 是由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一节 我亦都说过 我相信这个是代表圣灵 在树神和羔羊的宝座出来 是充满控制每一个天堂的信徒 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 水是有洁净的能力 就像我们洗手一样 在疫情之前我们都不习惯洗手 根据调查就很害怕 十个女士有三个 去完厕所是不洗手 男士就更加严惊 去完厕所十个有四个都不洗手 疫情来了我们就知道 原来洗手是这么重要 我们都学会洗手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天堂会时刻被圣灵来到充满 来到操纵我们 但是在地上 我们不要等到上天堂 才被圣灵来到控制 来到操纵我们 我们在地上就要学习 所以我们好像以忽所书的五章十八节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都要被圣灵来到充满 不要等到上天堂 要知道 好像现在在疫情当中 我们不洗手 是有多危险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如果我们不被圣灵来到充满 是一样如此危险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有天堂的教导 感谢你给我们有天堂的信息 我们在这个復活的主日 也都是感谢你 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 是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不单止是 给我们一致灭亡反得永生 也都是给我们有 完美的身体盼望 这个完美的身体 就是我们有完美的灵 我们不再是有罪 是我们也都是有完美的身体 我们不会再病 不会再死亡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愿意我们也不要等到 去到天上去到天堂 才是给你的圣灵来到操纵 来到是充满 愿意我们在地上 就学习来到是给你的圣灵 操纵来到是 来到是充满我们 愿意我们在地上的 这个神圣的路上 都能够是做一个 荣神益人的人 愿意我们也将所有的荣耀 都是归给你 我们今天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革命而求 阿门 我们下一个事的 请问来到 我们下一个事的 给你帮助 我们下一个事的 我 我们下一个事的 给你帮助